大家好,我是6A班的許俊朗 亦都是Green Starter成員之一 今天我就要為大家介紹一下 為何要環保 以及如何可以在生活中實踐環保 當然也有人問我們 我沒有做過關於環保的事 應該怎樣做好呢? 這個問題也是非常好的 除了我們可以自行上網查資料之外 我們更加可以在圖書館借閱一些關於植物或環保的圖書 都可以令我們大開眼界的 這本書就是我在圖書館借閱的一本書 它的名字叫《植物的生活》 這本書會教我們一些關於植物的小知識 例如它會紀錄了不同植物的生長過程 非常之有趣 好,現在我就開始講一下 為何要環保 在現在這個世代 相信你我都聽過地球先生生病鳥這個句子 最為嚴重的惡過於大量的能源 需求和石化燃料的使用 這些都會產生一些污染 定做全球暖化 這些就是為何我們要環保的原因 好,講完為何要環保 好,我們就講一下日常生活之中 怎樣可以做到環保 例如我們可以在家種植一枝植物 不僅種植綠色的植物 可以綠化環境 還可以保護我們的眼睛 而且我們還可以使用環保三絕技 第一技,替代使用 我們可以用手帕來代替紙巾 這樣就可以保護環境 第二技,減少使用 當然完全不使用紙巾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要減少使用了 最後一技,循環使用 我們可以用一些可以不停用的產品 例如手帕可以不停洗的 好,我們分享完畢 希望你們可以把這些知識學以自用 多謝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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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闢